回圈或坏回圈其实都可以啦 可是如果说今天你想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用坏回圈来写这一题 当然是可以啦 比如说回圈偶数连加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坏回圈的话 那我必须改几个地方 我前面有特别强调 因为坏回圈比较强调的是它的逻辑 那它有几个地方是没有的 坏回圈没有 第一个它没有出值 不像那个for回圈里面有个range 这个function它可以直接包在里面 然后出值在这里 那这个有点像是逻辑 这个有点像它的那个步进值 它的step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坏回圈的话 必须把这三个等于是还是一样 前面好像我们90成本表里面有特别提到 就是把这三个分别拆开来看待 那怎么拆开来 首先第一个 我把这一题稍微演示一下 如果将来你刚好遇到就是说 如果有题目是希望说你把for回圈的部分 改成坏回圈的话 因为我记得好像在上个礼拜去月券的时候 就有类似这样的题目 就是说你比如说给你一个for回圈的写法 然后请你把它改成坏回圈 或者刚好颠倒 把坏回圈的写法请你把它改成for回圈 那你如果懂得怎么改 基本上就可以马上把这个答案给写出来了 基本上我前面讲过只要三个地方 所以也许你可以掌握这三个地方 基本上你就可以解的出来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出值 那出值的话要必须写在哪里 因为i嘛 所以呢 假如说第一个step1 就是出值你就可以把它写在外面 写在哪里呢 写在回圈的上面 所以呢也许i的出值就是a 也就是第一个 我们先把那个a的词先放在i里面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判断 判断这个逻辑 第三个就不进 所以1先把这个a先放过来 那2的话呢 我先把这个for改成坏 所以我用Ctrl1 把这一行给注解了 然后Enter一下 在这边把它改成坏 然后呢 再来一样嘛 针对i的部分 i的部分的话 逻辑什么 什么情况 要进到这个回圈里面做了一家 当i的值 小于特别只有 小于什么呢 b加1的状况 然后冒号 OK 所以step1 step2 2的话 其实就是中间 第二个range里面的第二个参数 这边只是说 当什么情况下 要累加 当i的值呢 是小于b加1的状况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 OK 这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要每次要增加多少 因为我是偶数嘛 所以i等于 i加2 OK 所以记得三个地方 1 其实是把4的这个 搬到这里来 这个叫出值 2的话是逻辑 这个 好判断 3的话呢就是什么 累加多少 就三个地方 就三个地方 那基本上写完之后 当然你得到的结果 跟画回圈 应该会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我们来run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 假设你写成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输入14 那也就是说呢 初值 把a的值放在i里面 所以i里面呢 初值就14 然后一直到1144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 让这个14进来之后 有没有小于 这个1144加1 有嘛 所以就把它累加起来 然后把i的值 加上2 存回去 所以i本来是14 加了2 变16 OK 那有没有再小于 有嘛 一直跑 累加累加 直到什么呢 直到这个1144加1 这边1145嘛 所以一直加加 加到1144之后的话 诶 还是得加 可是当他加1144加2 都1146了 有没有小于145 没有 没有的话就离开 所以最后把这个结果 nsprint出来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14 然后等于把它放在i里面去 1144 OK 然后结果的话 应该是327714 看一下 没错 327714 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说 假设你希望把for回圈 改成画回圈的话 那基本上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三个地方把它做修改 OK 就大功告成了 当然啦 将来也有反过来的 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这种 就是说刚好人家写完了程式 你一看 感觉好像其实可以把它改成画回圈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逆推回来啦 当然程式以我的角度来看 尽量还是用对的回圈来写 是当然相对是比较好 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用for回圈来写这一题的话 理论上也会简单很多啦 你会发现以画回圈来写 你会多这个啦 又多了这个 然后这个的话要多一个 你便要小于 OK 好像似乎用上面的写法 会精简非常非常的多 那为什么你写程式的时候 不用精简一点的写法呢? 我觉得蛮... 因为我看过很多其他人写程式 真的很妙 明明你可以用for回圈 为什么很... 真的很多人就很喜欢用坏回圈 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OK 可能... 也许他学... 学的时候 刚好... 老师就是很喜欢用坏回圈 那所以他也很喜欢 你为什么把它改for回圈 我不太了解 OK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当然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这个改成坏 那再把它改回来 OK 如果你可以两边 都可以很自在的把它写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 这两种回圈的特性 你会比较了解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当然刚刚这一题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那当然刚好同学 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用逻辑判断的话 其实哦 这个就不用再下一阶 那其实哦 应该这边d0.5 诶 理论上应该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如果我假设 假设这边改成d0.5的话 执行一下 看一下哦 如果输入21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得到50 他变得到55 诶 为什么得到55 如果是 step 初始值为0 可是他的题目是要我们从1开始 看一下如果从0开始 对 因为题目是有规定说要从1开始 如果你把它改成0的话 我不想到他到时候会不会 分数上面 会不会有问题 对 因为你如果step 如果你这边如果为1的话 他跳5的话变6了 那结果就不对了 所以哦 这一题跟各位讲 这个应该是不太OK的 所以这一题哦 假如说用0 0.5 我不确定 我印象中好像不OK 所以这个好像就没办法再精简 这个可能跟各位讲一下 这样会比较保险 因为如果根据题目他的叙述的话 他这边有提到 他是说要必须从1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那边写0的话 那表示从0开始 这样应该不是很OK 这个地方 也许可以再斟酌看看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是主要就是把那个 就是Fall回圈如何改为 这个画回圈的写法 也许可以试试看 然后好像在云端白板上面的解答上面 好像也有放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这个答案的话 也许可以参考答案的话 也许可以在我们的云端的 第一样是那个题目 python3的这个证照考试 这个1到上面会有一个是1到5类的这个解答 解答程式嘛 那各位也可以往下找一下 那理论上我是有放的那个刚刚写的 除了Fall回圈之外 还有那个Fall回圈的部分 那页数的部分的话 会是在第13页的地方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 假如你出来之后的话 把它往下卷动 这边会出现页嘛 所以也许你就稍微再自己找一下 往下拉 大概是在第13页的地方 OK那我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